美军火力再一次得到巨大提升 据报道 美国陆军正式开始时装以6.8毫米为主的下一代搬用武器 将用XM五行步枪取代发射5.56x45毫米弹药的现役M4M4A1卡冰枪 用XM250搬用自动步枪取代现役同样发射5.56x45毫米弹药的M24A1卡冰枪 在M面前都带有X意思是验证型的枪械 估计在美国陆军实装备以后会去掉或者改名 至于具体投入作战单位的时间预计会在2023年初 但美陆军官员还没有公开确认哪些单位会优先换发 而朝着全军的普及化至少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但处于一线的近距离战斗部队 包括步兵侦察兵和战斗工兵单位 预计能够优先取得 而其他部队将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内继续使用M4和M249 美国的下一代班族武器计划是从2018年开始的 具体情况火力军之前一期视频讲过 感兴趣的可以去频道找找 本期我们就具体了解一下 这两款即将实装的武器和现役美步兵班的火力配置 以及未来美步兵班人数是否会再次改变 新武器介绍 XM5步枪和XM250自动步枪这两款武器 枪上都设置有皮卡丁尼导魁 可以安装各种日夜瞄准距 同时也能安装6R2消音器 能有效地降低新枪在发射6.8毫米弹丸时的噪音和枪口闪光 大幅提高了射手的隐蔽性 比较适合在高层建筑向道繁多的城市环境中作战 其中的XM250自动步枪 枪重不超过7公斤 枪管可快速拆卸 拥有单发和连发功能 并配有折叠式的两脚架 此枪虽名称是自动步枪 但却采用弹链弓弹 有30发、50发、100发、200发多种类型 可供枪手选择 按功能它更像是一把搬用轻击枪 当然你也可称它为搬用自动武器 对于将获得6.8毫米新枪械的美陆军来说 自然是高兴的 甚至在其发布的声明中夸赞到 它们都是轻型武器 可以发射更致命的弹药 减轻后座力提供更强的枪管性能等 这么看来 美国陆军对于西哥绍尔公司中标 研发成功的这两把6.8毫米枪械的性能是满意的 无论是在精确度射程还是总体杀伤力方面 这两种新型搬用武器的能力都比5.56毫米枪械获得了显著的提升 而由温彻斯特公司负责生产的新型6.8×51毫米子弹 其子弹的质量约为9克 出速超过900米每秒 它将能允许射手在更远的距离更快更准确的进行作战 同时在应对新型威胁时 其威力比5.56毫米小口径弹和7.62毫米大威力弹更具杀伤力 接候的美步兵班在正式装备新式枪械后 其战斗力无疑会得到巨大的提升 那步兵班在战场上有什么作用 在现代战场上步兵班通常是最小的战斗单位 也是战场上最关键的单位 基本上绝大多数战术都是由无数个步兵班组共同配合而成的 一支军队的步兵班就像是建筑的地基 如果步兵班战斗力不足 那就算装备再先进的武器装备 在战场上也会被对手轻易击败 可以说一个步兵班从人数到武器再到战术指挥 都有太多的讲究 自从班这个编制出现以来 世界各国的战术专家与作战指挥人员 都会结合本国的战术与战场实际情况 对其进行无数次改编 以美国陆军的步兵班为例 目前美军一个步兵班下辖一名班长 一名副班长与七名普通士兵 在作战时步兵小队中总共携带两支轻机枪 一支精确射手步枪与六支突击步枪 其中两支突击步枪会根据战场情况 决定是否要下挂M203榴弹发射器 在作战时美军的步兵班将会被分散为两个火力组 分别由班长副班长率领 以便在战场上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这种分组战术其实更加适合固定点防御 一组士兵在前方作战 而另一组则在战壕在剧内等待作战 如果其中某一分队损失过大 则可以直接撤出战场 或作为补充兵存在 互相作用持续作战 班这种编制的好处在于 对作战指挥要求较低 就连不少没有经过太多专业训练的新兵 也能融入到班组作战体系中 不过必须指出的一点是 根据美军内部研究来看 这种步兵班只要补充兵或新兵 达到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便基本丧失战斗力与韧度 想一下也是 如果一个班一半都是补充新兵 那不真成战场韭菜了 具体的火力配置是这样的 班长和火力组组长 各携带一支M4A1卡冰枪 步枪手携带M16A4自动步枪 机枪手携带M249搬用机枪 榴弹发射器手 携带一支外挂榴弹发射器的M16A4自动步枪 或者M4A1卡冰枪 其中M249搬用机枪是比利时尼米尼轻机枪的改进型号 空枪重7.5公斤 能发射5.56×45毫米口径 北约NATO标准弹药 采用30发弹夹或200发弹链弓弓弹 是美军步兵班中最具持久连射火力的武器 M4A1卡冰枪是克尔特公司M4步枪的第一改版 枪管上增加了一个缩井 用以挂装M203榴弹发射器 并且它还设计了一种新的平顶型机枪盖 用以安装模块化的瞄准系统 其射速每分钟有800到950发 出速每秒884米 采用20、30、35发弹夹弹 有单发和全自动射击方式 有效射程600米 M16A4自动步枪 是M16自动步枪的最新改进型号 前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豹突击队的标准装备 采用30发5.56毫米弹夹弹 稳定的命中率和独特的三发点射功能 充分体现了此枪瞬间火力强大的优点 最后的枪挂装M203榴弹发射器 是可以发射全系列高爆弹和特种弹的 对进程有声目标或轻装甲目标与非装甲目标 有着巨大的杀伤力 相当于是让M4卡兵枪和M16自动步枪 具备了点面杀伤的能力 且不会占有编制 而若回到二战时期 每步兵班虽是12人置班 武器装备也包括有一支M1903A4春田狙击步枪 一挺博朗宁BAR自动步枪 一支M1卡兵枪 一支M1汤姆森冲锋枪 八支M1加兰德半自动步枪 但其性能却根本无法与当今 美步兵班武器的性能相提并论 尤其是在火力持续性能方面 远远超过了二战时期 12人置的美军步兵班 也由此可以看出 尖端武器对一个士兵是多么的重要 至于美步兵班的人数变化 以及未来是否还会发生改变 火力军的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在过去的60年间里 美陆军就不断地对其班一级的规模构成 和武器装备进行调整 才有了如今符合现状的班组编制 在二战中 美陆军步兵班以12人为编制 但经过二战经验表明 班长们通常难以有效控制一个班的士兵 再加上各种人口 经济 武器升级 以及战术战略改变 美陆军得出了 一个班应由9名士兵组成的结论 于是12人置班就变成了9人置班 但在朝鲜战争后 美陆军内部研究报告建议 一个班由11名士兵组成 因此美陆军确立了采用11名士兵组成的班 但之后随着士兵力的缩减 导致所有步兵单位的班成员 又从11人减少到9人 再之后还经历过13人 7人等情况 而现在美步兵班在经历2004年 美陆军实施的模块化转型后 所有类型的旅战斗队 其步兵班都采用相同的规模和构成 每个步兵班由9名士兵组成 且都配备有夜视器材 精密的光学设备和防弹衣等装备 按照美陆军的预测 他们觉得未来的作战环境 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随着战场空间不断扩展 步兵班的散步范围也会越来越大 因此美陆军的目标是通过发展作战能力 为步兵班提供作战优势 只有这样才能符合美军分布式作战的概念 比如在美机械化步兵班里 10个人中3个人是步战车成员 其座驾M2布雷德利步战车的主武器为 一门25毫米的M242链式机关炮 连发的射速有两种 一种为100发每分 另一种为200发每分 而且美国还正在研制新的弹种 XM919和XM881夜光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辅助武器则是一挺7.62毫米的M240C并列机枪 位于主炮右侧 除此之外 车载武器还有陶式坦克导弹 采用双管箱式发射架 内装带发弹两枚 两名机枪手装备轻机枪 共备弹600发 两名步枪手装备M4A1 共备弹300发 榴弹发射器手装备榴弹发射器 其威力远大于手雷和手榴弹 从这个火力配置来看 现在美军的一个战斗班的火力配置 很是强悍 绝对能为其在战场上 提供该有的作战优势 同时也在启示我们 强大火力的背后 需要更强大的国防力量做支持 多年来 美国海军陆战队四处征战 在不断的实战检验中 持续革新作战编制 目前有消息说 美军最近几年正在尝试新的 大型班小型牌组合方式 比如美海军陆战队 就已经采用了15人制的班组 其试点单位是陆战队 第26远征队 把团二营一连二排二班 这个班总共分成了4个战斗部分 其中一个部分为班级指挥部 包括班长 班长助理 步兵系统操作员 剩下的12人 则会被平均分为3个作战小组 这种编制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增加了两支步枪 而是让步兵班组 拥有携带重型武器的能力 按照海军陆战队的编制来看 这个步兵班将装备M27突击步枪 M320榴弹发射器 以及一门古斯塔夫无后座力炮 且在班指挥部中还会装备无人机 用于战场态势感知 若只论火力 单凭这支古斯塔夫无后座力炮 这个步兵班的作战能力 可能就要超过美国陆军一个作战牌 美国通过升级班的武器装备 来增加小部队战斗战场的存活率 可以说十分有效地应对了未来的作战需求 其步兵班战斗力无疑也变得更为强大 好了 关于每一线步兵换装新口径武器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结束 结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